一波AI浪潮 台湾可以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地位 甚至带起了全球零领AI浪潮的前锋 最主要我可以用着黄仁勋之前在演讲当中所提到的一句话 跑起来别用走的 没办法走因为它必须跑 整个晶片行业这个半导体业 如果你不进步的话 别人就会超越你 也因此半导体业的晶片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但这么激烈的状况下要如何领先呢 就在于研发两个字 研发这么重要 但是背后是非常非常烧钱的 也因此这一回推播要带你了解的是 台版晶片法是更加重要 因为在租税上一旦有优惠的话 研发的成本就可以相对比较降低 那么接下来这些大厂就有机会 继续引领他们的厂商在国际上的先锋 那我们看到其实台版晶片法是叫做产业创新条例 而且他在申办租税优惠的时候 是就研发费的25% 还有先进制程的5% 如果通过审核的话 是可以减免当年的一个营业所得税的 目前正式有四家厂商有去申请 不过是哪四家呢 官方不愿意透露 但是从财报上来看 包括台积电 联发科 联勇 台达电 还有华邦电 他们的研发费用都相当的高 是不是其中的四家去做申请呢 7月中下旬就会展开审核跟调查 也就会揭晓是哪四家 不过目前看起来是台积电跟联发科 是有望受惠 也因此在他们的研发上 更能够引领在全球的先锋 那么这一波AI勒潮风吹起台湾上的国际地位 您知道吗 在国内的这景气部分 同样也跟着景气回升 您看到刚刚的新闻当中 黄仁勋不是说五年内 是要在台湾建立大型的设计中心 甚至要招聘一千名的工程师 只是现在是在哪个县市还没有确定 但是这样的一个就业机会 还有这样的一个AI热潮 以及黄仁勋所带动的AI设计中心 是否能够增加国内的景气 还有让整个热钱进来 外界都很关注 那您看到以现在来讲 我们是在中断了14个月的紧缩 已经转为比较扩张了 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的订单变多了 生产指数上升 无确信性稍微降低 而且相关库存也回补 所以现在这拉货力道涌现 而且在未来展望指数部分 同样也是跟着回升的 包括股市现在相当高 而且还有一些贷款 以及一些旅游乐潮 跟一些消费力道不输 所以说现在简单来讲 四个字 进气回春 在这一波身回小资族 你想要怎么赚到钱呢 很多人可能会投资ETF 但是因为ETF的部分 大家都不知道说 哪一支可能会比较赚钱 很多人相对来讲 是用存股的方式 不过如果我们从一个概念来看 哪些ETF当中存在的是 AI厂商供应链厂商 比较多占比的话 这边帮你整理出来了 包括富方科技的部分 占比来到了85% 这边指的包括像是这个 之前在黄仁勋的演讲上面 提到的一些供应链 有占这些ETF当中的成分股比重 那你看到国泰台湾5G家的部分 占了78.2% 至于0050大家非常熟知的 它的成分股当中占了73% 另外还有个消息 现在大家都想抢搭这投资热潮 像是元大的台湾高股息 高息低波的部分 他们就宣布配息来到了1.5元 不过约翰看了一下 他们每季配息大概是1500块的话 每一张ETF大概看了一下 接近6万块钱 所以说每季配1500 你能不能接受当作存股呢 目前大家都在关注 这一波的配息 能不能拉抬这个ETF的股价 不过还是老话一句 台股创高带动了整体的投资潮 但是居高思维 请各位投资人谨顺理财 让利而为 以上是这节的推波资讯 就是这节目的推波资人谨顺理财